我們今天要上深度學習 從統計到深度學習最重要的一課 這一課過了以後你就會知道 原來深度學習後面學問這麼多 上節課如果你覺得有點簡單 那一定是有一些錯覺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現在要講什麼 我們回顧一下上節課我們說什麼 上節課我們是不是說 只要你提出一個Prediction Function 這個Prediction Function可以寫成正義形式 對不對 它裡面有一些參數 那這樣子的話你只要再得到一個 你只要再指定一個Cost Function 然後把它集合起來用T度下降法 你是不是就可以求得這個 在Prediction Function裡面的參數 然後得到一個Function 然後可以做預測 對吧 可以接受吧 那我們上節課示範了現行回歸跟邏輯式回歸 這都完全跟得上嘛 對不對 然後並且我們還發現了一件事情 就是原來這個Prediction Function跟Cost Function 它其實不能夠亂湊 它好像有一些相對應的關係 對不對 還有沒有印象 看看有沒有印象啊 你要回憶一下 哎呀 哎呀 這個 所以 Logistic Regulation為什麼不能夠用這個 這個 那個 殘差平方核來做Lost Function 這個你 看來看還記得嗎 記不起來了 只記得要用Cost Entropy這樣嗎 是嗎 欸 張家綺你行不行啊 我的問題你回答了嗎 蛤? 再講一次問題 Logistic Regulation為什麼不能夠用 殘差平方核做為Cost Function 沒有任何idea 沒有任何idea 沒有任何idea這樣等一下後面課很難上耶 來來來 數學系的 可不可以幫大家講一下 蛤? 你做什麼 找不到幾小時 為什麼找不到幾小時 圖形問題 欸 有一點像了 可不可以再 還有沒有更具體一點的講法 有沒有人回憶起來了 好 我們再下一節課 我們這個 算說這個跟第一個part沒有什麼相關 當然跟後面的part有相關 我們還是 先簡單的複習一下好了 免得這樣子 不然這樣子 大家上不下去啊 好 我們來看一下 Logistic Regulation為什麼不能夠用這個 為什麼不能夠用這個 為什麼不能夠用這個 為什麼不能夠用那個 殘差平方核做Cost Function 好了 因為啊 你用殘差平方核做Cost Function 的話 你解出來的 β0跟β2偏導函數 有一個 P乘於1-P的部分 這個還有印象嗎 P乘於1-P的部分 就代表著 數字很大 或數字很小的時候 它就是0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 那0如果你換成這個 函數圖形的話 就是它幾乎是平的 它不會動 那不是說你T2下降法 就完全沒辦法用嘛 對不對 所以說 欸 這件事很重要喔 這件事跟我們今天 看起來好像沒什麼關係 實際上它是很有關係的喔 好不好 好 但是啊 我們今天學會了這個 現現回歸跟邏輯式回歸 這個 這個 那個 有沒有人覺得 江振竟然覺得 現現...邏輯式回歸 你一定會用嘛 對不對 會吧 哈囉 會耶老師 會嘛 包括會嘛對不對 好 那這個 那你如果覺得會用的話 那你覺得邏輯式回歸 可不可以叫自己人工智慧啊 你可不可以會邏輯式回歸 就自稱自己是人工智慧了 初步的 初步的 那它有什麼缺點 這老師剛剛都講的 欸 邏輯式回歸 我已經給它Cross entropy啦 它已經解決了啦 所以它有沒有哪些缺點 太簡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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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不好嗎 如果可以預測準 簡單不好嗎 你給我完點嘛對不對 來 我們給小朋友 欸不不不不 不能講小朋友 這是學長嘛對不對 張景 好啦我們 看不出來問題在哪裡對不對 好啦我們來 我們來 我們現在來解釋一下問題在哪裡 好啦 我們現在講什麼 線性啊 非線性啊 這些都是不重要的事啊 我們再來講一下這個 這個 唉唷 謝謝 好吧 來 我們來講一下最重要的事情好了啦 就是 還記不記得我們的 T2線上法 只能夠幫我們做什麼事情 在你指定了Prediction function之後 那這一個FunctionSet對不對 那我們要在這個FunctionSet裡面找Function 找一組參數 讓FunctionSet變Function對吧 可以接受吧 所以說無論如何 你是不可能改FunctionSet的啦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你既然不能改FunctionSet 那個FunctionSet長成 長一開始被你提出來長的樣子 就注定它只能夠產生某些 函數嘛 對不對 你指定了一個FunctionSet 假設它是Y等於 假設說 AX平方加BX加C 那它就注定了它的形狀就只有某些樣子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絕對不可能畫出Sine函數 如果按照我剛剛這個講法 它絕對畫不出Sine函數 對吧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應該是可以吧 對不對 Sine函數應該是這樣子 對吧 那你剛剛講的 剛剛講那個244啊 你ABC填入任何參數都不可能會產生循環性 這樣可以接受 好 所以邏輯稅為規啊 這個 它的缺陷啊 剛剛那個 那個 廖君講說 線性 非線性喔 其實也不是這麼的正確啊 應該說 因為我一開始可以給 我可以一開始就給它平方向啊 或這個 就是假設說 三次方向都可以啊 對不對 只是我要預先指定啊 好我們來看一下邏輯稅規要怎麼做了 好啦 好我們現在複製貼上這串語法 好這串語法是在做什麼咧 來跟大家講一下 這串語法齁 內容我們 內容我們不需要學啦 好不好 內容你只要知道一件事情 這串語法就是 是我把這個邏輯稅規 它的分界線把它畫出來而已 好我們看一下 如果我的 這個 Y跟X的關係 是 1加上0.5 x1 加上 2 x2 我們把這個東西叫線性關係 為什麼 因為你在圖上面你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 藍色點跟 紅色點可以被一條線給分割 對不對 一條直線給分割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啊 你用邏輯稅規來解它 Y 然後X1 X2 你的Formula寫成這個樣子 它是有辦法被分割的 對吧 好我們現在把這樣的一個特例啊 就是 直線可以分割的狀況 把它叫做線性可分割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但是問題是 這個藍色點跟紅色點 它在平面上 它常常會可以 它常常是線性可分割的狀況嗎 應該不是吧 對不對 我們這邊給個例子啊 好覺得說我們現在把這個LR1 把它換成 1加上0.5X1 加上0.7X2 再加上3X1X2 這樣子的狀況下 它是不是就是 欸你看這裡有紅色點 這裡有紅色點 藍色點在中間 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很好的畫一條線 去把 藍色跟紅色點給分開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邏輯思惟規的問題在哪裡 欸它 似乎沒有辦法 它似乎沒有辦法很好解決 呃 一條線沒辦法割開的狀況 對不對 好可是我們現在可以對邏輯思惟規做一些擴展啊 怎麼樣可以把 讓這個 這個 東西把它解開 來 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來看一下 這裡啊 這一份 這裡我們怎麼產生Y的 我們怎麼產生Y的 我們產生Y的過程 是不是 有一個X1乘X2項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如果可以加上一個 如果統計學要交互作動項啊 如果可以加上一個 交互作動項 這樣子的話我們再來看一次分割的結果 欸看到了嗎 它可以分割 對吧 這個交互作動項在 這個 這個 你把畫圖畫出來的意思就是 它等於是一個 類似一個雙曲線的感覺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們可以用雙曲 加了一個交互作動項相 相當於是加了一個雙曲線 這樣大家了解我的意思齁 好 那 這個 呃 這個 我們來現在 我覺得大家可能有可能看不懂齁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我們就找這個 張家綺好了 張家綺 欸幹嘛 你是不是看到我叫你幹嘛搖頭一下 這 好啦我問你一下啦 我們 我們現在這一行語法在做什麼 你看得出來前面我們在做什麼嗎 看得出來嗎 哈囉 你看得出來嗎 看不出來 好我們講一下 我在生成模擬資料 這樣可以接受嗎 啊這個模擬資料是什麼 有X1 X2跟Y 如果你把它寫成DataFrame的話 X1 X2 跟Y 這就是一筆有 我要用X1跟X2去預測類別變相嘛 這樣可以接受嗎 哈囉 我之前我前面的課程 的語法差不多也都這個 用類似的方法去弄出來的喔 好不好 就是只是我X跟Y X跟Y 我之前都是用二維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喔 好那這個 這個 欸 這樣的一個Data X1跟X2跟Y的關係 這個東西 我們 用邏輯所以會不會把它分開 就是用這個函數把它分開 就是用邏輯所以會把它分開 這樣可以吧 指定一個方程式 好這樣可以嗎 所以說 我這邊 舉個例子來講 我這邊 如果加上一個4乘以X1 平方 好我現在問一下 我現在問一下這個 這個 蔡仁漢 來蔡仁漢 我這樣加了這一行之後 如果我全部執行的話 你覺得它可不可以完美分割 應該可以 應該可以 為什麼你覺得可以 因為有交互動向嗎 那如果 我這樣你是不是就覺得不行了 好 那我再問一下這個 這個 數學系的 數學系的你覺得可以嗎 你覺得現在是可以完美分割的 好我們再做一次看看 我不要用4倍好了 我們這邊用0.3倍好了 這個4倍可能 4倍可能有點 還真的有完美分割喔 這怎麼搞的 我調一下參數好了 這個 太神奇了 好 再多一點應該就可以了 1.2 再一次 欸 你們發現什麼事 它有完美分割嗎 沒有對不對 為什麼沒有 好我們可不可以再請這個 數學系的幫我們解答一下 數學系的如果你都不會的話 那就是我要特別講一下 看得出來為什麼嗎 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什麼叫跟交互作用有重疊 你在講什麼我聽不懂 你可不可以再講一次 有重疊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反正就是不能畫分界線啦 我講了半天我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這個 好沒關係 那我問一下 如果我今天加了一個 好這個是說我在 邏輯思惟貴的預測試 加上個二次方向 我再做一次 它是不是就完美分割了 那這兩個 這兩個狀況有什麼差別 上面跟下面有什麼差別 大家觀察出來嗎 蔡人漢可不可以啊 蔡人漢可不可以啊 蔡人漢你是國家未來的棟梁啊 你這樣看不出來嗎 好我跟大家講一下 到底 到底這個 因為我不知道你們 對我語法了解到底到什麼程度啊 對不對 我跟大家講一下 我上面在產生Data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我上面在產生Data 那 這個關係是 這個關係是 是不是我在產生Data的時候 我去指定了 我以上帝視角去指定了 X1 X2和Y的關係 可以接受嗎 我以上帝視角去指定喔 因為那個Y是我產生出來的啊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那你發現了什麼事 Logistic regression 這一個他決定的是一個function set對吧 這一個function set 現在這個function set 是Y等於Beta0加Beta1 X1加Beta2X2 加Beta3X1乘X2 加Beta4X1的平方 那 只有在我指定的function set 包含了 上帝視角中的那個function 之下 我才有可能做完美分割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我再講一次喔 我因為開了上帝視角 這個Y是我產生的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非常清楚 X1 X2跟Y的關係 至少我非常清楚 我現在當然是 連它是哪個function都知道 因為我連參數都知道嘛 對不對 但至少我非常清楚 它是哪個function set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我在做邏輯思維規的時候 我一定要 去正確的 正確的指定 我當下的function set 我才可以把 我的Data完美分割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我現在要教的 這件事情非常重要喔 就是 Logicity Regulation 你以前學的時候 都只有學線性的部分 可是它其實可以加相次嘛 對不對 加相次會不會很難 其實不會很難喔 我跟你們講 如果 如果你以前是很會用SPSS的 你要做一個二次 假如說 Y等於X Beta0X 加Beta1X 加Beta2X平方 這樣的一個式子 不會很難喔 你只要自己產生一個新變項 就是X1的平方 然後你用這兩個變項一起給它代入 給SPSS算 它就會算那個 它就會把那三個參數都算出來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這不會很難喔 所以我們現在 把Logicity Regulation 做到這裡之後 我們發現了什麼事情 我們發現了一件事情 就是 Logicity Regulation的限制是什麼 我們現在講的是 可以擴展版Logicity Regulation 不是 它的右邊不是只有線性成分的喔 可以擴展版Logicity Regulation 它整個 它不管怎麼樣 它就是Logicity Regulation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整個原理完全一樣 我們這樣一整串實驗這樣做下來 其實我們想講的是說 這個Logicity Regulation 跟線性回歸 不管怎麼樣 我 首先我要先指定右邊的 我要先指定右邊的 Function Set嘛 對不對 當我的Function Set 決定下去之後 因為我只能夠在這個Function Set那邊找Function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如果 真實的X跟Y的關係 不被我的Function Set包含 不被我的Function Set包含 我就不可能找到完美的方法 去做預測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有聽懂我的意思了齁 那 要解決這件事情怎麼辦 首先我要非常清楚 X跟Y的關係是什麼 這樣我才有辦法提出 正確的Function Set 可以接受嗎 這邊有聽懂我的講法吧 我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 在物理學上面 這個 什麼東西跟什麼的關係 它都描寫成某種Function Set 對不對 我們那邊不要講太多有的沒的東西 大家都知道說 物理學的研究 非常清楚 這個 什麼跟什麼的關係 都是被寫得好好的 只有參數不知道填什麼 所以我們可以用數據去把它釋出來 對不對 欸 請問一下 這個 年齡跟 年齡跟 這個未來發生 心肌梗塞的機率 它呈現什麼關係啊 有沒有人可以知道 現金關係嗎 鐵定不是嘛 對不對 這個 二次試嗎 三次試 不知道 沒有人知道 對不對 所以邏輯之會規 這樣做到 遇到什麼問題 它遇到最大的問題啊 就是 我首先啊 我要先指定一個 非常好的Function Set 在我有上帝視角 知道X跟Y關係的前提之下 這樣我就可以做完美的預測 否則我永遠沒有辦法完美的預測啦 我知道現在那個 這個 研究所可能會覺得說 欸 我們在學統計的時候 從來就沒有完美預測過啊 我們從來就沒有完 我們從來就沒有 從來就沒有 從來就沒有人要求我們要做完美預測啊 為什麼我們現在要做完美 為什麼我現在一直在Focus在完美預測 大家不是都可以接受誤差 誤差是這個生物醫學的一部分嗎 誒可是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誒 我們當然可以接受 生物醫學裡面的誤差 但是我們可不可以接受 未來我們丟一個X進去 這個X是一張照片 然後出來 是這個 貓或狗 我們可不可以接受照片 丟進去 然後貓狗分類錯誤 告訴我們誤差是 這個 這個 分類貓狗的一部分 沒辦法接受嘛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現在知道問題出在哪裡了吧 我們現在要把 統計學 以前我們上的統計 跟人工智慧把它合起來 我們現在需要 就是它的背後原理可能很像 但 我們現在要面 我們現在要了解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首先啊 我們要先認為一件事情 這個X跟Y啊 我們要盡可能的去預測它 預測 performance 越高越好 我們不要 我們不要再接受它有誤差的可能性了 對不對 我再講一次喔 以前我們在做 不管是logic regression 還是cox proportional model 一系列統計的方法的時候 你會管什麼線性 你會往後加東西嗎 不會往後加東西對不對 那你做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我可以做出來 就是一個hard ad ratio 對不對 或是一個ad ratio 我說 這個X每提升一個單位 這個 要Y的危險性上升幾倍 可是我們很執著要完美預測嗎 沒有 我們甚至不強求完美 我們甚至 我們甚至覺得隨便預測一下就可以了 對不對 基本上就是隨便預測一下就可以了 對不對 它是不是真的 已經到達極限了 我們並不是很care對不對 可是你現在如果你要到 做人工智慧的話 首先你要先 改變自己的一個觀念 就是我現在我要盡可能的 讓我的X跟Y去找到他們之間的觀念性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你有了這個觀念之後 你就知道 首先我們面對到第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現在手上的工具 似乎是不夠用的 因為我不可能開上第四角去知道 X跟Y是什麼關係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必須 我們必須要學習一些新的工具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我先跟大家講一件事喔 當我講到這裡的時候 可能有一些人會覺得有點混亂啊 難道 X跟Y就完全沒有 一定可以完美預測嗎 比如說我現在要年齡預測 心肌梗塞的機率 它難道就一定能完美預測嗎 我先跟大家講 當然不是一定可以完美預測 對不對 大部分的狀況下 仍然會有 不管是測量誤差 或是隨機誤差 或是本來就是一個機率嘛 對不對 但是我現在要講的是說 我們未來啊 後面的課程 我們會教大家怎麼去區分 我已經到極限了 我再怎麼 我再去 再怎麼去預測 最多就是這個樣子 這樣懂我意思嗎 可是到目前 但是我們現在 首先我們要先學會一個新工具 就是讓我們可以盡可能去預測它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我這邊舉個例子啊 就是以這個 以這邊例子為例 如果今天 我現在在黑板上面 我點了一堆點 這邊有黑點 這邊有一堆紅點 好我現在叫一個小朋友 把黑點跟紅點畫開 對不對 他隨便畫都可以畫出這樣的話 畫出這樣子吧 對不對 好 好我這樣是不是把黑點跟紅點畫開了 對不對 好你可能會覺得 我怎麼可以畫這種線啊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 是不是三歲的小朋友就做得到 對吧 常常我們先不講 常常我們先不講這個 要寫個數學式出來 寫這個方形的數學式啊 對不對 叫你把 紅點跟黑點畫開 你應該不會覺得很難吧 對吧 啊未來你說 要用這樣的預測邊界 去預測新的資料 準不準那是一回事嘛 對不對 但是你說在我這樣的data之下 我要把紅點跟黑點畫開 是不是很簡單的一件事情 不管他 原來的樣子有多麼的噁心 都可以做到 對不對 可以接受吧 好 如果你同意這一點 並且你也知道說 欸好像很簡單 我們 我們先不 我們寫數學式可能很難 但是 叫你上來畫是很簡單的事情 對不對 這邊有沒有人說做不到的 沒有嘛對不對 還有沒有人敢舉手 說做不到都不會有人敢舉手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就知道一件事情啊 這個 大腦是一件很厲害的東西 大腦是一個很 就是 反正大腦非常厲害 就是 非常簡單我們就可以做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必須 我們現在啊 試著要讓我們的 function set 跟我們的大腦一樣強 這樣懂我意思嗎 知道我現在目前 到這裡 的狀況嗎 就是我在講一次喔 我們很 很clear的在 講一次我們的這個 在講一次我們的這個 流程啊好不好 首先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這個 就是 我們啊 如果要做這個 反正我們一切的基礎都是 我們要提出一個 prediction function 然後跟一個 course function 然後最後用 梯度下降法找出 在 prediction function 裡面 找出一組 function 在 function set 找出一組 function 然後去預測 對吧 然後目前 目前 為止 我們學到了 很多工具 但是我們現有的工具 並不足以 讓我們開上帝視角 除非我們有上帝視角 知道X跟Y的關係 否則我們永遠沒有辦法 寫出一個完美的 Predition function 那我們現在 想要學的 Predition function 我們希望它有什麼特性 第一個 它足夠的複雜 它可以複雜到什麼程度呢 如果我現在提出這個 function set 它包含了這世界上 所有的 function 那這樣是不是 我就可以保證 這個 我只要給它足夠的 data 它就可以找出那個 function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現在希望 我可以 找到一個Predition function 就找到一個 function set 它包含了這世界上所有的 function 當然啦 你用屁股想也知道不可能嘛 對不對 為什麼 數學系的這不可能嗎 對不對 這個 但是我們可以做到近似吧 來 數學系要不要講一下 有沒有哪些 這個函視函數啊 可以 逼近正義函數的 隨便講個出來 哎呀 好啦好啦不要這樣為難大家 講出來沒有用嘛 好不好 講出來我們也不可能接那個 好我們現在就講 我們現在模仿大腦的東西 好不好 這模仿大腦的東西 你現在看著喔 好這個東西就是 既然它叫模仿大腦的東西 它叫神經網路啦好不好 好來大家記住啊 這個我們以後啊 我們如果在這個講義上面有paper 就像現在就是有paper嘛對不對 並且有人頭 那那些人鐵鏡就是重要的 這樣知道吧 這邊paper 這邊paper 發在Nature上面 它被引用幾次有點忘了 我想至少個十萬次吧 都已經從1982年到現在 沒有個十萬 可能也不會有十萬次啦 現在在做神經網路 沒有人在Site這篇paper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是怎麼做的好不好 好 好 它是怎麼做的咧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 我們剛剛說了 我們要找一個Predition function 然後可以模擬任意這個函數 但是我們現在 這種函數有非常多個 但我們現在 先從一個角度來想 就是我們要模仿人類的大腦 為什麼 因為大腦可以做到 對不對 我們剛剛講的這些 黑球跟 紅球 大家很輕鬆就可以把它分開 對吧 我們模仿人類的大腦 我們就知道 大腦是 透過一些簡單的神經學研究 我們就知道一件事啦 這個大腦 它就是由神經元細胞組成的 對不對 它最基本的元素就是神經元細胞 那這個神經元細胞啊 它 它 實際上 它是怎麼去walk的 它實際上就是透過 這個 收集其他神經細胞的訊號 收集到一定程度之後 它如果認為 那也不是說認為啦 反正就是它有超過一個電位差的話 它就會往下傳導 否則它就不傳導 這樣多東西是吧 它就只有這個功能 這樣可以接受到 那大腦就是很多個這樣功能的東西把它連在一起 至少就我們目前的理解就是這個樣子 對不對 有沒有更進一步的理解 目前沒有 至少還是你沒有學到 可能還沒有學到這樣子 好 那 這個 那我們現在知道 它就是把所有東西收集起來的話 那我們來想一下 邏輯思惠歸 有沒有收集 收集東西的效果 好像還有對不對 它收集了很多X 把它整合起來之後 突出一個機率 對吧 可以接受嗎 所以這東西其實跟邏輯思惠歸很像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在1958年的時候 人家提出來的Function長這樣子 來 這邊有一個 數學的神經元 數學版的神經元 這個數學版的神經元 它去收集什麼東西咧 收集X1 X2 到XN的資訊 然後把它 乘上相對應的權重 並且把它累加起來 累加起來之後的數值 如果超過0 它就輸出1 沒有超過0 它就輸出0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是不是非常像神經元 有超過Threshold 就 那個輸出 沒有超過就 這個輸出0 對不對 那它怎麼去調節那個Threshold 它是不是透過結句相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把它的方程式寫下來 你會發現 它的方程式就是 W0 加上W1 X1 加上W2 X2 加上... 加上WN XN 然後變成一個WebSung之後 這WebSung 如果超過1 就輸出1 超過0 就輸出1 小於0 就輸出0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搞了半天發現 這東西跟邏輯推規 就一模一樣的東西嘛 對不對 這樣有聽懂我剛剛講的東西了嗎 那請問一下 單個神經元就是邏輯思維規 單個神經元就是邏輯思維規喔 大腦是多個神經元組合在一起對不對 我們可不可以把多個邏輯思維規組合在一起 好你們現在聽的不是很懂 我們現在來看這個 看這個圖 好 我們現在把這個樣子有點像三個神經元組合了吧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個 紅色藍色跟 綠色分別就是三個不同的神經元 這樣可以接受吧 然後我們用數學的方式去呈現它 來我們現在啊 這樣的一個東西有兩個輸入 一個X1一個X2 一個X1一個X2喔 這個X1跟X2啊 這個H1 這一個 第一個logistic regression 他怎麼去收集資訊呢 現在這些 W10 W11 W12 我都還不知道是什麼數字喔 所以它是一個function set 可以接受吧 好第一個function set 是logistic regression 1 這樣可以接受吧 logistic regression 1 它出來的結果 是不是要經過 logistic regression 的那個 logistic output 或者我們現在換給它一個 函數 那個函數一個名字 叫sigmoid function 這個sigmoid function 就是這個function啊 就是負線大到正無線大 把它輸出成一個0到1之間的數字 這樣可以接受吧 就是logistic regression 的那個 function 好那 經過這樣的一個sigmoid function 之後 它的輸出是不是0到1之間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接著我們再讓它經過一個 logistic regression 第二個logistic regression 它的輸出也是0到1之間 那因為 W10 W11 跟W12 和W20 W21 W22 它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兩個logistic regression 的output也會不一樣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 它們都不一樣 之後咧 我們再給它一個logistic regression 把輸出變成是 這兩個 就是 H1跟H2 輸出變成這兩個 然後用 W30 W31 跟W32 去把它乘起來 然後最後得到結果 我們再輸出成一個 這個 就是 一個機率 然後我們用這個機率 我們試著把這三個函數 這 就是這三個logistic regression 整合在一起 我們得到的數學 是會長什麼樣子 我們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大家現在應該對這個圖 應該不會太困難理解吧 可以啊 可以接受啊 如果我今天 把九個數字都給你 現在九個位置數對不對 九個數字都給你 然後再把X1X2給你 應該帶數字 可以帶出來最後的結果吧 可以接受吧 大家要有這個感覺喔 應該是帶數字帶得出來的喔 如果帶不出來的話 等一下練習題在做的時候 舉手一下 因為這顯然有些問題啊 這個我要去協助你 好不好 好 那如果你可以同意這點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數學是長什麼樣子 來 我們現在啊 假定LK這個函數 就是 就是等於LK這個函數 然後把X1跟X2輸入進去 就是等於 WK0加WK1X1加WK2X2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 S型函數呢 Logistic Transform Function 就是Sigmoid Function 這個Sigmoid Function 它等於 1加上1的-X四方分之1 這個我們上次推導過對吧 這就是Logistic Regression的那個Part 轉換Part 這樣可以接受嗎 可以嗎 張家綺你看起來 眼神有點呆滋 你可以 你到目前為止都可以接受嗎 都可以 有聽懂喔 都沒有Loss 好 那這樣子 三個Logistic Regression Function 我是不是可以整合成這個樣子 首先先把X1跟X2 輸入進去L1 Function 輸出結果 直接做Sigmoid的轉換 轉換了以後 變成一個叫H1的東西 對吧 好 X1跟X2 再經過一個L2 Function L2 Function 它的Function Set 跟L1一模一樣 只是啊 函數 那個Parameter不一樣 所以它是不同的Function 好 出來的結果 再經過Sigmoid的轉換 變成H2 我再把H1跟X2丟到L3 Function裡面 再做一個 這個 線性 就是線性累加 然後最後 再經過Sigmoid的Function 最後輸出一個結果 好 這就是我的 整個 整個 組合起來的 三個Logistic Regression 組合起來的一個Function喔 我們把Logistic Regression 如果你可以把Logistic Regression 看作跟神經元很像的話 因為它是不是跟神經元很像 我們剛剛在介紹裡面 它幾乎是一模一樣的東西嘛 對不對 那三個Logistic Regression 疊在一起 是不是相當於三個神經元的組合 所以他們就給了它一個新名字啊 叫 神經網路 這樣懂我意思吧 就是 它的邏輯就是這個樣子啊 所以神經網路有沒有很高級 那個 江澄姐你覺得 以後人家跟你講說 我會神經網路 你覺得 聽起來怎麼樣 三個Logistic Regression 三個Logistic Regression 合在一起 好啦可能是 更多個Logistic Regression 合在一起啦 就看你怎麼堆疊嘛 對不對 所以以後聽到 我會 我會神經網路 你就跟他講說 我會Logistic Regression 意思是一樣的啦 這樣可以接受嗎 意思是一樣的 那這個 當然啦 現在這個是最簡單版的神經網路 1986年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這是有點久以前啦 那這個 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 函數 的 這整個 就是這一類的函數啊 以後你們會交到一些 比較特殊的神經網路 我們反正我們 第三課 第四課 第五課開始 就會開始交一些比較新的玩意啊 這樣子 就不會是1986年的東西 這樣子 好 那 現在這一類 你把多個Logistic Regression 疊在一起的這種 這種 神經網路 我們叫他 給他一個名字叫多層感知機 為什麼叫多層感知機呢 因為前面那個東西 Logistic Regression 它把它 我們可以叫成感知機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我們現在把這樣的一個 函數組合起來之後 這是不是一個函數組 所以函數組就是 雖然說它是三個 Function Set組合起來 但它還是可以整合成一個 Function Set 對不對 可以接受吧 全部帶進去就是一個Function Set 這樣可以吧 OK 好你同意這件事之後 現在這個Function Set裡面 這個Pretition Function 總共有幾個位之數 九個位之數對不對 九個位之數要我解喔 這樣可以接受吧 我這邊講得非常非常慢啊 有沒有人跟不上了 應該都可以吧 家綺 公會系的可以跟得上嗎 都還可以對不對 好 九個位之數 九個位之數 那我們剛剛 我們給一個Lost Cost Function好了 因為Cost Function 是這個 就是你要 你如果要求解位之數 你只能夠給一個Cost Function 對不對 這個Cost Function 我們就給Close Entropy 好了 為什麼 因為上節課的時候 我們有講到 Logistic Regression的Output 那個Sigmoid Function 微分之後 會產生自己乘以1-自己 對不對 我們需要把它約掉 約掉需要Close Entropy 對吧 可以接受嗎 所以啊 我們現在 把這個Predition Function 這是一個Predition Function 雖然它有三行 但是它是同的Predition Function 這樣可以接受嗎 然後接著咧 接著我們把 O O就是Output 對不對 這個Output是介於0到1之間 把它跟YY也是0跟1 過 Close Entropy 接著它就產生Loss了 對不對 好 這樣 接著你知道我們要做什麼了吧 好我們來 我們現在來 拆一下 來請那個 這個 江神請你覺得之後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現在把這邊組合起來之後 下一步我們要做什麼 蛤 要用T2下方法 T2下方法之前要幹什麼 這一樣的事啊 你講的一樣的事啊 來來來 可以嗎 現在要做什麼 現在我要做什麼 我要用T2下方法 他講的沒有錯啦 那我用T2下方法之前我要做什麼 我已經提出了一個Predition Function 也提出了一個Course Function 那在用T2下方法之前 我提出了現金回歸的Predition Function 又提出了成他乒乒乓 在我根本做練習題之前 我做了什麼事情 我做了什麼事 我解微分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所以我現在有9個參數 所以我就要解9個 參數的偏微分 這樣可以接受嗎 可以嗎 知道我現在要做什麼了嗎 你要非常清楚我的過程喔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可以不會解啊 但是你整個過程 整個過程你要非常清楚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我們這邊複習一下 我們上個禮拜 教到的某些微分的工具 第一個 連鎖率 對不對 連鎖率應該 上個禮拜一直用 所以不用特別講了吧 這樣可以接受嗎 第二個 第二個 S型函數的微分 微分就是 自己乘以1 自己可以接受吧 第三個 cross entropy 的微分 這個也是第一課有詳細解法的喔 好不好 這三個部分我都不特別在講囉 可以接受嗎 我們期待就是 就是上一節課結束之後 如果大家覺得 對微分有點障礙 其實是有自己稍微在練習的 不過我想可能沒有 好沒關係 我們現在來先對 Beta W30 求微分 對W30 求微分 這樣可以接受嗎 W30求微分 我要怎麼求呢 來首先 我 現在就是對 Cross entropy 結果 求W30的微分 對不對 首先我們要先用連鎖率 因為這個O 這個Y 它裡面都沒有W30 對不對 我這樣沒有辦法求 我要用連鎖率的話 我就會先對 Cross entropy 求O的微分 然後再對 O 求W30的微分 這樣可以接受吧 然後把兩個撐起來 可以接受嗎 我從 上面下來這裡 注意我怎麼換的喔 我把W30換成O 那這樣子我就可以把O 放到後面 然後把W30往後放 連鎖率就是這麼用啊 好不好 可以接受嗎 蔡良漢可以嗎 因為前面連鎖率 不知道怎麼證明沒關係啊 至少會用嘛 對不對 好那 接著呢 接著這一串 求微分 是不是很簡單 因為我們前面有求過了 對不對 它是不是就是O 乘以1-O 分之O-Y 可以接受吧 那後面呢 這一串也不太好求 為什麼因為它 W30在裡面 我還要先求S型函數的微分 對不對 所以我先對 S型函數 求 微分 再去求 這個S型函數 那個裡面的W30的微分 這樣可以接受吧 知道要做什麼 我又用了一次連鎖率 好 我又用了一次連鎖率之後 這個 對S型函數求微分 是不是就是 自己乘以1-自己 可以接受嗎 自己乘以1-自己 那自己乘以1-自己 再乘以 這個L L函數 L3函數 是不是就是 W30加上 W31-H1 加上 W32-H2 可以接受嗎 好 可以接受的話 這個就是O 乘以1-O 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 W30微分是多少 就是1 對不對 常數項留著 1 好 所以這邊就不用了 就可以捨去了 它就乘以1 O 下面O 約分約掉 所以 對W30的微分 等於O 減掉Y 的Sigma 可以接受嗎 我解了半天 答案是蠻簡單的 對不對 你們是不是已經 感覺到練習題要做什麼了 我可以跟你們講 練習題就是 等一下九個 偏導函數 我都會把函數寫出來 你們就是 再做一次T度下降法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來看著喔 W31的微分 到這裡為止都是一樣的 對不對 到這裡為止都是一樣 最後不一樣 所以就是把H1拉下來 最後就是得到結果 這樣可以接受嗎 W32呢 X2留下來 所以W30 W31 W32 是不是感覺沒有特別難的感覺 跟上禮拜一模一樣 對吧 好 當然啊 因為難的並不是W30 W31 W32 難的是再往下的 好 再往下我們來看怎麼解 好不好 對吧 那 你求到這裡為止 那W20在哪裡啊 剛求到這裡為止喔 我們是不是 求到這裡 後面我們就有這一串 對吧 可以接受吧 對這一串來講 我們現在要求 我們 解到這裡為止都可以繼續 那在這裡我們要求 W20的為分對吧 那問題是這一串W20在哪裡啊 W20是不是藏在 H2裡面 這樣可以接受嗎 W20藏在H2裡面喔 H2 H2是W20運算出來的結果嘛 對不對 好 所以啊 那我就是先對 我把這個係數往前移 W32的係數往前移喔 我現在是不是對H2 求W20的為分 這樣可以接受嗎 上面下來 我只是把這個係數往前移而已喔 沒有特別難對不對 可以接受吧 沒有特別難 我們繼續往下 對H2求為分的話 它本身是不是又是一個SIGMOID function 好 那再對SIGMOID function求為分 然後再乘上一個L function 求W20的為分 SIGMOID function呢 出來的結果就是 自己乘上1-自己 對吧 可以接受吧 後面W20的為分呢 1 所以留下來 它的結果長成這個樣子 這樣可以接受嗎 沒有辦法 完全跟得上也沒有關係啦 你只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現在在 我現在在求解這些函數 我只是想帶你們了解最原始的 就是 我這個東西算出來喔 以後你們不會講說 那統計問題跑出來的 你會知道整個過程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不會解沒關係 我這邊都解好了 好繼續來 再來 W21咧 這個部分 X1留下來嗎 這樣可以接受吧 W22呢 X2留下來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這樣子 W11應該也蠻簡單的吧 你就把3-2改3-1 對不對 因為你會解這個part 解這個part 這樣可以接受嗎 然後留著 好這樣大概都有規律可循了吧 對不對 所以9個偏導函數 的 function 我都已經求完了喔 好 求完了之後要做什麼咧 來這邊有所有 function的 所有的 function 這樣懂我意思吧 就是 從 S型函數 注意一件事情喔 這一些偏導函數 他在求的時候 W30的 微分 需要 O跟Y 這樣可以接受吧 W31的微分 需要 O H1跟Y 這樣可以接受 啊Y有嘛 Y是以支數嘛 對不對 那H1如果需要 H1的時候怎麼辦 那你就要把H1留下來喔 我們之前在算那個 logistic regression的時候 我們最後的輸出結果 我們最後的輸出結果 是不需要留著對不對 但是現在 因為你有時候 你有一些 function需要H2 有一些 function需要 H1 所以你H1 H2這些結果都要留下來喔 不然你沒有辦法求微分 這樣可以接受吧 你沒有辦法求這個 斜率 因為偏導函數 沒有這些函數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我們 現在 在做練習題之前 我們再給大家一個 再給大家一個概念 我們等一下要寫的函數 應該要長什麼樣子 好不好 來 首先 好我等一下要給大家足夠的時間 我希望大家不要抄後面的答案 自己親手做出來喔 好不好 今天有一組X跟Y對吧 一組X跟Y 這一組X跟Y 我先給他W 我先給他隨機的W1 W1 W1 W2 對吧 隨機喔 這三個是隨機數喔 這樣可以接受吧 然後 就是隨機起始值嘛 我們不是說隨機起始值 最後他總是能夠滑到 正確的地方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隨機起始值 然後把這個數字帶進去之後 它是不是可以得到 把這個數字帶進去 它是不是可以得到 再經過SIGMORE的function 它是不是可以得到H1 H1是這些東西 加上 XY 5個東西可以得到H1 對吧 可以接受吧 怎麼組合呢 先L function再S function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W3 W2 W2 W21 W22 XY 它可以組合成什麼勒 XPOO 這樣可以接受嗎 我講都是沒 你一開始這些都是隨機起始值嘛 這樣可以接受嗎 我現在框起來的就是 你在第0代的時候 第0代的時候 你肯定是要給他一些隨機起始值的嘛 這樣你轉 才有辦法求第1代的結果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接著勒 接著有了 W3 0 W3 1 W3 2 再加上 H1 H2 這樣我是不是可以得到O 我可以得到O嗎 對不對 可以接受吧 好 接著勒 接著我要求 接著我要求W3 0的 斜率嘛 對不對 W3 0的偏導函數 它需要哪些人數 我們看一下 W3 0的偏導函數 它需要O 跟Y 所以我需要 沒有其他顏色了 我需要 O 這個東西 跟這個東西 才可以組合出W3 0的偏導函數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 W3 1的偏導函數呢 W3 1的偏導函數 需要O H1跟Y 所以 H1也需要 這樣可以接受吧 O H1跟Y W3 2的偏導函數呢 O H2跟Y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繼續 W 喔 這是W2 0的函數 不好意思 就是 W20的函數 它除了需要S2 它還需要W3 2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所以說 我跟大家講喔 我們現在跟剛剛 跟我們上個禮拜 就是上個禮拜 學了線型迴規有一點不一樣的是 當你 所有 就是你在解這樣的一個複雜方形的時候 你的 所有運算過程都要留下來 因為你在求偏導函數的時候 都需要用到他們 這樣可以嗎 所以這個 你現在如果了解了整個過程之後 你再回頭看 你再回頭看 這個圖 它是不是相當於 我先把數據往前輸入 然後一直 因為這些一開始都是隨機數值嘛 對不對 我會得到H1 H2跟O 然後接著呢 我要求W30 W31 W32 這個比較好求 對不對 接著再求W10 W11 W12 還有W22系列的嘛 對不對 所以有沒有 先前進再後退的感覺 好 我跟大家講 這個前進跟後退啊 它都有一些專要名詞啊 前進叫做 前進 我們把它叫做這個叫做 錢潰神經網路啊 Forward Network 這樣子 neural Network 反著求 反著求偏導函數的結果 它的名字就在這裡 Beat Propagation 這樣可以吧 這個反向傳播法 它就在講這件事情 好 我們現在 如果你可以了解的話 我們就做練習題好不好 這些所有的Function 我都寫出來喔 所有的Function我都寫出來 你只要做T度下降法 給它一個隨機的起始值 給它 給9個 參數 隨機的起始值 然後在回圈裡面 一代一代往下掉 然後最後得到答案的時候 最後得到答案的時候 我其實並不知道答案多少 要做準 對不對 沒有關係 你就繼續過去 得到答案就好了 得到答案之後 你就可以看那個 你可以看那個練習題 會有一個Function 可以把你的答案 給它一個 就是做預測 你就只要預測說 那現在我的O 跟那個 我現在Predient的O 跟這個 實際的這個Y 是不是它的關係 是怎麼樣子 它有沒有變準啊 這樣懂的意思嗎 好我們現在就給大家 練習一下 這個部分是今天最難的地方 就是今天你這個東西學會了 我們後面的東西 都只是對這個架構 進行小修小補而已 好不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一題的整個架構 要怎麼寫好不好 全部複製貼上 然後接著 我跟他講喔 有個東西叫Alt0 你可以把東西收起來 這樣我全部都不用看 這樣可以吧 好 我現在 全部複製貼上之後 全部複製貼上之後喔 我們來抄一下上個禮拜的課 這上個禮拜 這上個禮拜的這個 練習題答案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好上個禮拜的答案是 這個 一千這個沒有問題嘛 對不對 然後他有好多個 好多個參數要求嘛 對不對 我這邊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邊主要說 Answer W30 W31 好以此類推我後面就不寫了好不好 那 那你在求的時候你要求什麼咧 我知道這個最後你是要求成這個樣子的 然後Differential W30 W31 好可是 你在填這裡的時候 他是不是 他的參數是這些嘛 對不對 來我們把參數填上去 他的參數是這些 他的參數是這些 那你遇到一個問題啊 那O在哪裡 H1在哪裡 你現在是不是沒有 對不對 所以啊 你需要在你的回圈前面 先去求 O 跟H1 還有H2 好我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 H1 H2 跟O 他其實不用留著 他不用留著喔 他就 用完就算了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用完就算了喔 H1 等於 H1怎麼求 先過 就是H1 function H1 function H1 function W10一定就等於 上一代的 W1 W10 這樣可以接受吧 上一代的 W10 上一代的 W11 上一代的 W12 X1跟X2 就這樣子 我是不是就把H1求到了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一樣 X2呢 上一代的 W 這邊一定是 W20 21 22 W22 上一代的 W21 W22 W20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O咧 O就等於 O function 好那一樣 等於 W30 等於W31 W32 然後這個H1 他就等於H1 X2 也等於 X2 這樣我們是不是就 有H1 有H2 有O了 每一次做完的時候 都會先算這些東西喔 那你再把這個O放過來 O放過來 等於 H1 好當然啦 這邊會有辛苦一點 因為你要打94 對不對 所以基本架構就這樣喔 先 求H1 X2 跟O 再來求 他們的T度 然後把它更新他的T度 這樣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用這個方式去把它 結束 好不好 喔對 忘了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 你們可以試試看 我們之前的 隨機起始值都是從00開始 對不對 那現在 現在照道理講 應該要9個0 對不對 可是我跟你們講 9個0你們會算不出來 答案會不好 你們試著先用隨機起始值開始 就是9個數字都要是隨機的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不可以完全一樣 到時候我等一下要跟你們講 如果全部都0 會出現什麼事情 好不好 大家看一下我的答案 我的答案 首先是產生一個W Matrix 這個W Matrix 它隨機的 我先讓它填隨機的 9個數值 我們來看現在這一代的W Matrix 它長成這個樣子 這是隨機的起始值喔 然後接著 剛剛我們已經 就是剛剛我們 非常多人都已經做出來了 就是每一代都先算出 當前的H1H2L跟O 然後接著把這些 當前的H1H2跟O 把它填入 填入這裡來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然後最後我們就可以 求出下一代的W Matrix 對不對 我把它全部Source了以後 我們現在看一下 我們的W Matrix Tail W Matrix 可以看到嗎 最後 它是不是有點收斂了 最後幾乎都不太動了 對不對 OK 那我怎麼去驗證我的這個W 它是 這些參數是對的咧 首先 我就要先預測嘛 這個Predition Function 是不是我W Matrix給它之後 它就可以經過 先算出H1 再算出H2 再算出O 就會把O predict出來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所以說 好 我們把它圖形畫出來 我算 我這個Z Matrix 它等於是用X1 Sequence 跟X2 Sequence 然後把它算出來 這個算出來算什麼咧 就是 當不同的X1跟X2的時候 它的Value是多少 這個Z Matrix就是 在不同的X1 X軸是X1 Y軸是X2 它的這個機率是多少 這個機率就是那個 最後算出來的那個O 這樣可以接受嗎 我把它畫出來 看到了嗎 它是不是就畫出斜線了 曲線了 最重要是畫出曲線了 好 如果啊 我沒有給它隨機起始值 我起始值通通設0 它就只能畫出直線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咧 我們剛剛前面是不是有注意到 它的W W21 1萬 是-4 W 11 也是複式一模一樣的值 為什麼咧 大家思考一下 如果你的Logicity Regression 1 跟Logicity Regression 2 它的W11 W010 1112 跟21 20212 它的隨機起始值完全一樣的時候 這兩個回歸的T度會不會永遠都一樣 會 所以說這兩個回歸等於是同一個邏輯式回歸 那你相當於 這個回歸輯式回歸 接到一個邏輯式回歸 這個邏輯式回歸 再接一個邏輯式回歸 線性加線性 沒有意義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至少一層 每一層至少要超過一個邏輯式回歸 它才有可能有效果 這樣懂我意思吧 標君 所以說後面疊一個邏輯式回歸 再往後疊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看得出來 好 那我們了解這件事之後 我們了解這件事之後 我們後面的課程就可以上快一點 這個 雖然說看起來好像 矩陣 因為我跟你們講 你們已經了解它的原理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後面矩陣不會求那不重要 對不對 我們一定要知道說 我并沒有作弊 東西就是這麼求出來的 這樣知道嗎 我可以跟你們講 我在前四課 我這個學習的前四課 我絕對不會用套件 除了畫圖以外 絕對不會用套件 這樣知道嗎 我求解通都是要 真的要求的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 那矩陣畫度生感知機 你會了解到 前面我們這一個式子 厲害啦 他可以畫曲線了對不對 他可以畫曲線了 下一個問題是 那我 如果只給他兩個神經緣 他似乎就只能夠畫一個曲線 對不對 那如果我多給他一點神經緣 他可不可以畫虛一點 可是如果我要給他五個神經緣 我是不是要求18個位置數 不只18個喔 因為每一個第一層神經緣 都有三個位置數對不對 然後第二層神經緣 他最後是一個輸出嘛 前面五個加1 所以是6加上5乘3 總共21個位置數 對不對 這樣你解偏微分 他媽會解到死啊 對不對 那如果你有100個神經緣 那這個 這個就不用 太累了吧 對不對 所以為了這個原因 我們需要矩陣化 我們多層感知機 好 大家不要覺得那麼困難 這個如果以剛剛那個例子來講 以剛剛那個例子來講 就是我們剛剛 黑板寫的這一個例子 這一個例子喔 他的矩陣化都很感知機啊 他其實都長得這個樣子 來 x 大x 等於 截取 截取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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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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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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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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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邊這個多層感之機,完全等價於右邊這個樣子 他的L function 他在過L function的時候,完全等價於他 那S function呢,S function很簡單,每一個數值都變成 都過S function就好了嘛,對不對 S function是按元素處理 所以只有矩陣比較難一點 變成矩陣有什麼好處呢? 你這個矩陣現在是3乘2嘛,所以等於只有2個成金元 如果變成3乘100 這樣不是就相當於100個成金元了嗎? 完全等價於左邊的100個成金元,這樣多麼的意思吧 這是為什麼要用矩陣的原因 你如果不知道矩陣怎麼算,沒有關係啦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 你只要稍微理解一下他的原理 這個D,決定了這個D的維度 這樣懂有意思嗎? 決定了輸出的神金元數目 這樣懂有意思嗎? 那所以說啊 你現在的方形變成X輸入進去之後 讓他乘以個W矩陣 乘以這個W矩陣之後 接著就是這兩個直接相乘就好了 輸出L L呢 讓他每一個 每一個元素 都經過S-Function 舉例來說這裡是-2 這裡算出來-2 那我就把-2帶進去啊 那就變成S-Function 就是1加上1的2四方 -2嘛 對不對 2四方分之1 那就變成新的Function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每一個元素都 按元素處理 按元素處理 那就變成H矩陣了 對不對 H矩陣再經過一個W21 為什麼是21 因為他的Dim只需要1 最後我要輸出一個機率就好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最後我只輸出一個機率喔 這是一個連續數值對不對 L2是一個連續數值 最後 我再把他經過S-Function 最後是不是變機率了 好 所以矩陣版的多層感知機 他這樣 他看起來他就會比本來的單純非常多 數學系的效能那麼差難幹什麼 你覺得看到熟悉的東西嗎 數學系你怎麼可能不熟悉矩陣欸 真的不太熟悉 蛤? 什麼 蛤? 蛤? 你說什麼什麼來了 你說 你看不出來這兩個人家 欸 舉正的乘法 舉正的乘法有沒有人會乘啊 這邊 這邊都沒有人會會舉正的乘法 是不是啊 那那你會乘的話 你知道這一格等於 這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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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格喔 這一格就等於 1乘上W10 加上X1乘上W11 再加上X2乘上W12 這個可以接受嗎 矩正乘法會乘吧 那這一格的這個數字 那不就相當於我直接把這個東西 求出來了嗎 不是求出H啦 是先求出L1 因為L1那邊H還要經過X彈數嘛 對不對 所以我把這裡跟這裡 它完全可以等價喔 可不可以想看得出來嗎 可不可以 張家綺可以嗎 你可以覺得完全等價嗎 你覺得完全等價嗎 你覺得呢 所以只有你看不出來嗎 還是你不敢回家還沒有關係 你真的看不出來嗎 現在可以 OK 所以我現在把我剛剛那個複雜的 多神感知機顯成現在的矩正式 像我現在螢幕上面顯示的這個 大家可以接受嗎 如果大家可以接受的話 我跟你講之後會有非常多 你們要想像出來的東西 完全什麼A跟B是完全等價 你們未來會看到很多這種東西 好不好 好 那這樣子的話 事情就很簡單啊 那我們就可以解 矩正的微分方程 矩正的微分方程 看起來很難啊 好不好 看起來很難 實際上也沒有很難啊 一樣也是 該用連鎖率的就用連鎖率 對不對 裡面有跟矩正成法有關的 是不是只有這個L方程 那 他的斜率是誰 他的微分是誰 那就是他啊 他們兩個對W的微分 那就是他自己本身嘛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再講一次喔 這一整套 對他求微分 他求微分是代表他的切線斜率嘛 對不對 他的切線斜率是誰 就是他 你懂我意思嗎 對他來講他的切線斜率就是他 兩個數字相乘 我今天用AW 就是 單元 單元素 AW對W求微分 答案是不是就是A 這樣可以接受嗎 D 這等於 F of A 對 W求微分 對W求微分 那就等於A嘛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我對 這兩個的成績 這兩個的成績 假設是大L 我對大L 求 求大W的微分 他就等於大X 就這樣而已 好只差在 這個大X 你要有個轉字符號 不然他沒有辦法 他那個元素會對不起來 這樣都會 就這樣而已喔 就這樣而已 所以沒有 沒有很難 如果你覺得沒有很難的話 你繼續往下來看 你會發現 Crosentropy的微分 還是 我們熟悉的那個樣子 這樣可以接受吧 然後接著咧 這個 Gradient的O 他要乘以 這個符號叫 暗元素相乘 暗元素相乘 就是兩個矩陣 直接把相對應的數字 直接乘起來 不是矩陣乘法 是相對應的元素 直接乘起來而已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 然後咧 接著 這個 那這樣子他就等於O-Y 因為 對O求L1 的微分 L2的微分 相當於是對S型函數求微分 因為O是S型函數的 output 對不對 所以就是 這個就是O O乘以1-O 那就 想下元分 就變O-Y了 這樣可以接受嗎 然後接著 你們這邊沒有辦法接受也無所謂 反正就是 最後我求出來就是這個樣子 好不好 然後接著 這個東西我們繼續對L2 求 繼續往下 Gradient的L2乘上 L2對W求微分 對W求微分 就直接把這個 他的 Input 直接把它 轉至 然後就得到結果 這樣可以接受 好 那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我們這裡 就來看一下 矩陣式的多層感知集 要怎麼做 好不好 那我們在 我們這邊一樣啊 我們先複製貼上 好跟剛剛前面的一樣喔 就是你只是把 forward 跟 backward 把它改成了 把它改成了 矩陣式喔 這樣可以接受 然後我們把上面的 我們把上面的 sample generation 把它就是這樣子 好 那你的答案要怎麼做呢 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練習2 我們不要求大家寫出來 好不好 剛剛大家前面已經體驗過了 這裡回去再試試看 我們現在把它貼過來 然後給你們做實驗 感覺一下 把神經元增加 神經元增加在矩陣裡面 就只是把這個微度增加而已 對不對 神經元少跟多 你們可以從2個3個4個5個 它也是 你們看不看它 畫出來的曲線複雜度 會差多少 好不好 來 到了後面這裡 這裡是一個 MLP Trainer 你直接在這裡就可以指定 你的 number of heighten number of heighten 就是那個微度 是怎麼做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在這裡 你看喔 我產生這個 W的時候 我就直接 這個跟 number of heighten 是有關的喔 我的矩陣的大小就是 乘以3 乘以 number of heighten 這樣可以接受吧 然後 W2呢 就是 number of heighten 加1 乘上1 因為輸出要1嘛 這樣可以接受吧 最後 好 我全部sauce以後 這個MLP Trainer 我把它填入不同的參數喔 好這個是兩個神經元的時候 兩個神經元的時候 我們看結果 跟剛剛一模一樣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我們來試試看 3個神經元的結果 欸 酷吧 他畫兩個了對不對 4個神經元 欸 不錯吧 5個神經元 10個神經元 有沒有越畫越好的感覺 這樣可以吧 100個神經元 算得比較久了對不對 感覺出來吧 有沒有越畫越好 圓其實就是很多個直線連在一起而已嘛 對不對 所以他只要能夠轉折 這就夠了 這樣懂得意思嗎 好 請大家稍微試一下到這一步好不好 我們給大家五分鐘的時間試一下 好 那我剛剛已經貼過這個練習二的答案了嘛 對不對 那 貼到練習二答案為止啊 我們現在得到了一個什麼結論 我們現在來給大家了解一下 我們啊 以往我們在學做邏輯思惟規的時候 或是做Cox Model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 因為我們絕對不可能百分之百預測準 對不對 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要用Cox Model 或邏輯思惟規分類這個東西的時候 他是不是只能夠找一條最好的預測線 預測到就預測到了 對不對 這樣懂我意思吧 可是啊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神經元的數量是不是沒有上限 你現在 你已經會寫這個函數啦 你要做一萬個神經元可不可以 也可以吧 對不對 一萬個神經元暗示著什麼你知道嗎 暗示著啊 你是個轉折 你在畫線的轉折 可以轉折一萬次 轉折一萬次 那跟無限是一樣的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 這樣會遇到什麼問題咧 這樣會遇到說 以後啊 我問一下大家 現在有紅點跟黑點 你真的畫出這個預測邊界 然後你用這個預測邊界 來預測未來的事情 你們覺得這樣好嗎 不太好吧 對吧 你覺得是不是不太好 你懂我意思嗎 以後人家問你說 這個X1跟X2 假設是年齡跟這個身高 年齡跟BMI 預測心肌梗色的發生率 你畫出了一條 YCNOBA的邊界 這個YCNOBA的邊界暗示了說 來這個BMI20 並且 這個BMI20的人 然後年齡30歲 他有非常高的機率得到AMI 因為數據 這邊有個20歲 30歲 BMI20的人得到AMI 但是這邊又一堆 BMI21 30歲的人 沒有得到AMI 所以 你就畫出了這樣一個預測邊界 然後未來 出現了一個30歲 這個 BMI20的人 你就跟他想說 喔 你會得到 根據我的數據 你會得到心肌梗色喔 你必須把BMI增加1 這樣你就不會得到心肌梗色 你覺得這樣合理嗎 不合理對不對 YCNOBA的預測邊界 就有這個困難 就有這個討厭的地方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那我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咧 我的解決方法就是 搞不好這一個點 搞不好這一個點 他只是不小心剛好在那裡啊 甚至是我Key錯了 你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我怎麼會有一個人 30歲 BMI20得到心肌梗色咧 搞不好就是Key錯了對不對 所以啊 你必須不得不承認 這個 你的預測邊界 我們以往 我們之前在做統計的時候 我們是嫌我們的線性分割邊界太爛 對吧 現在你學會了高級的 也沒有多高級嘛 Logic regression把它疊起來而已嘛 對不對 你們真的覺得很高級嗎 還好 對不對 還好嘛對不對 那 你現在馬上 換了一個單心啊 你現在換了單心是說 他會不會畫出YCNOBA的邊界 搞了半天 我還是想要那個簡單的邊界 對不對 可是有沒有一些平衡啊 我這邊舉個例子來講 我也承認 線性分割 他簡單 對不對 但是他好像又太簡單了 舉例來說 以這個紅球跟籃球 我們如果用線性分割的話 我們大概割在這裡 對不對 好像要不太好 對吧 我們難道就不能夠有一個 比較 舉例來說你看這個黑線 是不是就是一個 比較Smooth的這個線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們現在 現在遇到的問題是 我們現在已經有足夠能力 無限複雜 這樣 無限複雜我們有能力了喔 我們現在的問題是 我們不希望那麼複雜 但是我們又不想要線性那麼簡單 我們就是這麼難搞 好那我就問一下 大家覺得有什麼好方法可以做到這件事呢 好這沒有什麼很好的答案 但是我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實際上我們在做這個 我們在做這個 就是我們現在 已經可以把樣本分成 training sector跟testing sector 也就是說 以前在做統計的時候 我們原則上是不會把我們現在的樣本 我們要做邏輯思惠規的時候 你會說我要分兩個樣本嗎 不會啦 對不對 沒有這種事 為什麼不分兩個樣本 不信你可以分分看啊 你會發現 你把它隨機的分成兩個等分的樣本 你在第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dataset 做出來的邏輯思惠規的beta值 就OR值 跟第二個 做出來會幾乎一樣 幾乎沒有差別 為什麼會幾乎沒有差別 因為 數據很大 要估計的參數很少 這樣懂的意思吧 那你知道 我們做一個 100的神經元的MLV 就是多層感知機 它要估計多少的參數 30乘以100 對不對 然後再加上 這個100 001乘以1 都要估計那麼多參數 對吧 我們sample只有50個耶 我們估計的出來 好神奇啊 以前不是都教過這個自由度不準嗎 對不對 跟大家講T度下降法就是可以解決自由度不準 T度下降法沒有規定 一定要 一定要 這個樣本數一定要比這個估計他這麼大 有人規定嗎 沒有人規定嗎 而且都可以walk 那自由度不足的時候 在T度下降法會遇到的問題主要是 你其實會有一些神經元是被神經元 但是這兩條螺絲之後 它其實是同樣的 這樣don't always 但是這個不重要嘛 因為 我可以無限多啊 這樣don't always 好 所以我現在遇到的問題是 我估計的參數實在是太多了 我要估計的參數實在是太多 甚至比我量本還要多 這樣子的話 我不得不去限制它的複雜度 我要去限制它的複雜度 我怎麼去限制它的複雜度咧 我現在需要一個新的sample 來確保我的 樣本 我的預測沒有達到overfitting overfitting 是一個新的字 什麼叫overfitting呢 就是我在 training set 在第一個dataset裡面 我的神經網路 我的人工智慧 百分之百的準確 要百分之百準確沒有那麼難嘛 對不對 Y7扭8邊界都畫出來了 百分之百有什麼難的咧 對不對 但是啊 我可能 我用那個Y7扭8邊界 預測新的樣本 它可能就出事啦 對不對 我這邊舉個例子啊 我現在 我現在有隨機的樣本 隨機的樣本 這個 12345 12345 好這樣子 這是 我現在的樣本 然後我把 這兩個點 我隨機抽 各抽一半 各抽一半 我翻這個點 我抽到這些 123 好這是樣本1 這是所有的sample 這是樣本1 樣本1抽到的是 這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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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這個點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是樣本1 這樣可以啊 啊樣本2咧 樣本2就剩下的點 1 2 3 4 5 好這樣可以接受吧 有畫圈的是樣本1 這樣可以接受 有畫圈的是樣本1 好我用樣本1 做出分界線 我用樣本1做出分界線 它會畫的什麼樣子咧 如果你給它很複雜很複雜的話 它就會給你畫這種線 這樣分也可以嘛對不對 那你就直接把這個分界線放到上面apply 然後看看它預測的準確度好不好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如果你發現 這裡百分之百預測了 這裡下面就百分之百了 對不對 上面很差 這樣就代表你下面太複雜了 你用的函數太複雜了 你要去限制它的複雜度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注意Overfitting我們解決的方法是什麼 我們Overfitting的真實原因 就是代解參數 代解參數遠遠超過樣本數 這樣就很容易Overfitting 注意我的真實原因喔 你們之後會聽到 Overfitting有非常多解決方法 你們不能忘記Overfitting的本質 Overfitting的本質就是 代解參數遠遠超過樣本數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這個 這邊 除了大學生以外 學統計的都可以了解我在講什麼話 對不對 自由度不足 好 這樣子的前提之下 我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去限制模型的複雜度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我只要不要那麼多代解參數就好啦 對不對 你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不要那麼多代解參數 最好的方法就是限制模型的複雜度 依照我們目前學到的 如何限制模型的複雜度咧 限制神君人的數目 我們不要讓神君人的數目無限擴張啊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我們不能說 我們想要一萬個就一萬個 對不對 不行 所以我們要透過實驗 透過實驗 舉例來說 在這樣的一個sample training sample 去測試神君人的數目等於5的時候 看看他在 veraging sample performance 多少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training sample 這個 神君人的數目 10的時候 訓練一下 看看在這裡 performance 多少 這樣大概懂我的意思了嗎 我們要選擇的是 在veraging sample裡面 最 擁有最高準確度的複雜度 這樣可以接受 好 好 我們現在如果了解這件事情之後 我們就來看看 我們新的sample 好這個是 因為真實的世界 這個樣本總是會有一些雜訊的吧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有樣本有雜訊的時候 我們做出來的MLP 它的效果 好這個是 如果只有幾個神經元呢 如果你只有5個神經元的話 畫出來大概是這樣子 你說雖然沒有分得很好 但大致上可以有大概70%的準確度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如果我給他100個神經元 甚至是 我給他300個神經元好了 同樣的sample 300個神經元我們看一下 怎麼那麼久啊 天啊 1萬代可能太多代了 這個 這個 欸 大家覺得這樣畫出來的分割邊界適合嗎 不太適合對不對 我們也搞不清楚他 到底分得好不好 但看起來就不太好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怎麼去驗證呢 你需要有testing sample嘛 對不對 因為我們已經知道一件事情了 我再強調就是那個觀念喔 剛剛講的這個觀念 你可以另外理解成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今天我們手上有一筆Data 是某一些 就來說骨關節炎的影像 X光影像 跟有沒有骨關節炎 我們在我們的sample上面 百分之百預測準確 這沒有任何意義 我們希望的是 在我們未來應用的時候 他performance好 為了這件事情 我們必須模擬 假設 假設我們現在收按 收了三年 2018 19 20 我們假設我們2019的時候 按就收完 然後我們把2018跟2019的sample 拿來做training 然後直接到2020的sample上面 去看看 他準確度多少 這才是真實的準確度啊 你不要自己騙自己嘛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說當你了解這件事情之後 我們現在來看看 我們實際上 你看喔 我們的X1跟X2 還有TESTX1跟TESTX2 它完全用一樣的方式去生成的喔 完全用一樣的方式去生成的 唯一的差別只有他的 random 他的 random數不一樣 好然後 這件事情做完之後啊 我們還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重新寫了一個 MLP訓練檀數 他可以去輸入 TEST1跟TEST2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生成樣本 我們看X1、X2跟Y 還有TEST1、TEST2跟Y 那這個 我們現在啊 Number of Python是5的時候 我們來跑一下 看Performance多少 他告訴我 Training的Accuracy 是0.78 TEST的Accuracy 是 0.74 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現在再來看一下 那如果 我們把樣本數調到 Number of Python數調到100 現在是7.874喔 100之後變8.2710 你知道這暗示了什麼事嗎 Training變準了 但TEST變低了 這是我們要的嗎 這不是我們要的對不對 我們想要的是TEST變準 所以說 其實我們應該要選擇 要神經元5 5就夠了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齁 好 如果你可以接受這件事的話 我們現在來想一下練習3 來 這個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 訓練樣本中 我們可以在訓練樣本 產生一個預測非常精準的模型 百分之百預測 似乎都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對不對 那到了真實世界 能力也不見得一樣好 那我們剛剛需要 我們到底要用多少個神經元來建構模型 來我們現在問題是說 我們啊 我們剛剛已經實驗發現 神經元多不見得比較好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問題是 那五個 六個七個到底要幾個 幾個比較好 請你想個辦法 來 這個 請你現在思考一下 要怎麼做 好 那我們來跟大家講一下 這一題 我實際上要給大家什麼樣的思考 大家現在跟著我思考一件事情喔 我們在我們做之前 我們先跟著我思考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把樣本分成兩份 對吧 根據剛剛的結果 我們把 2018年的結果 就是我們用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我們現在了解 我們的樣本 我們收集了一些光片 跟他的這個 這個 骨關節的判讀結果 2018 2019 2020 好 然後接著我們把 這一些 sample 總共可能一千個 當作training 可以接受吧 然後接著我們把 這一群sample 當作test test test什麼東西咧 test 這個 model 訓練出來的 performance 到底在真實世界會怎麼樣 這樣我才有辦法 用這個值 去預測未來2021的時候 他performance 大概多少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我現在有個問題啊 我現在這邊training 我可不可以說 training 這個 Number Python 等於5的時候 這個testing有個performance 表達說是 0.72 0.73 0.78 0.81 0.80 0.73 類似這樣子 5 6 7 8 9 10 那這樣子我根據這樣的結果 我當然會選 神訓的數目等於8的吧 可以接受吧 因為他最準 可是 問題出來了啊 我在這邊又做了100個model 我這邊可能又做了100個model 我稱神經元數目 從1 4到 100啊 對不對 那我在這100個數字裡面挑出來最好的 它是不是又相當有點over fitting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我是在100個model裡面挑出最好的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那我未來應用的時候 它會跟這個最好 100個裡面最好的一樣好嗎 感覺不會對不對 那你說未來應用的時候 到底多少是準確的值 欸 我也不知道 因為 這邊有些比它低 我們不知道是神經元數目 改變 造成的低 還是是隨機的 我搞不清楚哪些是隨機的成分 哪些是真的 就是是結構的問題對吧 這樣可以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 實際上我們在做研究的時候 我們 不可以 用testing data 來做 這個 來做這個 就是調參數這件事情 實際上 我們應該在training data裡面 再分出小塊 bandation data 然後用這個來調參數 0.12 0.72 0.73 0.70 0.81 0.81 0.85 類似這樣子 這裡選擇了以後 用這個validation data 選擇了以後 選擇到 我發現 我的參數這樣最好 對吧 那我就直接用這個模型 我testing data 只能做一次 他告訴我說 0.88 搞不好他會比前面好喔 不見得喔 每一次結果不一樣 那我就只能說 那就是0.88 我不能再動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reduing set 一定會 通常會高估 通常會高估它的準確度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而且現在 你們在做研究的時候 實際上經常還會被要求說 除了 自己的test test data要切出來之後 有些還要外部驗證 因為他想要看看 你apply到其他的地方去的時候 假如說 其他醫院 準確度是不是還是一樣好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所以我跟你們講 所以正常的 深度學習的研究 至少都會有三個sample 分別叫 training validation跟testing training validation跟testing training set training set 負責訓練模型 validation set 負責調參數 然後 test set 負責 只做一次的驗證 只准做一次喔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 不過這邊有一個問題 這邊有個問題 要跟大家講一下 實際上 在paper裡面 他們的名字常會亂換 我這邊舉個例子來講 學校說醫學的paper 我剛剛講 training validation test 這個是 資工系的人這樣叫 在醫學的paper裡面 natural medicine 他們怎麼叫呢 training set 比較喜歡叫development set development cohort 這樣子 那有時候 那這個validation set 他們比較喜歡叫tuning cohort 或tuning set tuning set 就是微調的set 這樣子 test set 他們比較喜歡叫validation set 對不對 名字還會弄混 對不對 而且我跟你們講喔 有時候他們會把training跟validation 合在一起 都叫development set 然後他在文章裡面寫說 training跟tuning 如果是他們的講法 就是training跟tuning合在一起 然後跟你講說 我超參數怎麼調勒 我用development set 其中80%用來訓練模型 20%用來這個 用來這個 調超參數 這樣懂我意思吧 不過無論如何啦 最後的那個結果 我跟你講喔 還有 radient set還有一個名字喔 還有一些人會叫什麼 hold out set 這樣子 這個名字很多啦 反正根據他的使用情境 大致上就是分成這三類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嗎 這個 現在名稱還沒有統一啊 畢竟這個領域太新了 所以說大家這個 在看paper的時候要注意這件事 好 所以說其實啊 我們不可以直接 把它 把這個結果拿來 直接用來test 我們不能用test的結果 testing set的結果 來選擇 神經人的數目 我們必須在 x1跟x2 再割出一個radient set 然後用radient set來決定神經人的數目 這樣懂我意思嗎 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神經人的數目要調喔 現在我們只知道神經人的數目要調 對不對 我問大家lan rate要不要調 lan rate好像也要調喔 lan rate好像也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桌什麼 就是公定價多少就是多少的數字喔 對不對 他實際上也是 我們之前那個上一節課 就有看到這個lan rate太大或太小 黃豆的問題 對吧 所以說lan rate也要調 number python也要調 之後你會發現更多東西要調 好不好 好那我們現在 他的答案其實也非常簡單啊 就是我需要給一個 我需要我的 其實我只能夠用這個 60%的set data 去做這個training 然後剩下的40% data做radient 選到最佳神經人數目之後 再把它apply到testing set上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了嗎 這個操作有非常多種操作 你可以在training set上面訓練 訓練很多的model 然後根據radient set 結果選到了以後 選到了 我現在已經知道 number python是8 我第一個 我可以直接用這個model apply到test上面 也可以 那我現在已經知道是8了 對不對 我就把這兩個 現在混在一起 然後用 number python等於8 的模型訓練 然後直接把它放到test上面去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邊 這邊的操作 你只要記住的原則 就是testing set 永遠只能用一次 不准用testing set 來去測試超參數 這是違法 這樣懂我意思吧 唯一能夠接受的只有 如果你有 假如說你有不同來源的資料 假如說心電圖 預測 這個心肌梗塞 跟用這個 心臟超音波 預測心肌梗塞 那我們可以把兩個結果 訓練出來之後 在testing set上面 有兩隻AI去比較結果 當然都只能比一次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不能說 這個 心電圖AI 我 用這個 十個方法去訓練 然後我十個結果 十比一 比超音波 那你比你也是剛好而已啊 有時候有一些隨機 有一些隨機值嘛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我們在這裡啊 就是我們在這個 第三課在這邊講的 第三小節 我想要講的原理 大概就只有這個樣子而已 好所以我們到這裡為止 我們今天要到這裡為止 我們後面還有一個小節 我們先稍微總結一下 目前的經驗 這樣我們等下到下一個小節的時候 我們才有辦法繼續 我們啊 在上一節課 我們已經學到基本的 Pretition Function 這個Course Function 然後還有它們之間的組合 然後提進下降法 我們知道怎麼WALK 對不對 這一節課最開始 我們先講出了 我們的Pretition Function 必須要有一些特性 我們以後才用好 對不對 我們發現了 模仿大腦 用多層感知機 類神經網路 它可以很好地做出 無限複雜的禮盒 對吧 現在反而我們現在是要去 限制它的神菌的樹木了 好不好 好到此為止我們先不管喔 我們先 我們目前已知的Narge 到這裡就到這裡 好不好 那我們繼續往後 我們來看看 我們又遇到什麼 我們到目前為止 還遇到什麼問題好不好 來我們現在 在我們往後的過程中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Lost的軌跡 這個Lost的軌跡是什麼 就是隨著時間 它現在Lost是多少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發現了什麼事情 這個Lost的軌跡 它似乎 一下降得很快 後來稍微緩和一點 降得比較緩和了 對不對 接著繼續往下降 這是不是非常像 我們之前那個Logistic Regression 然後用 很大比方合 當作Cost Function 它的結果 對不對 就是一開始都降不了 到了某個地方看來 恐降 這樣懂我意思嗎 現在這是不是也有類似的狀況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狀況 好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狀況 請你回頭看 反向傳播法結果 W30的 W30的這個微分結果 這沒有問題對不對 非常乾淨 31也非常乾淨 32也非常乾淨 這裡有個X2乘上1-X2 H2 H2 H1 H1 都是經過SigMode Function的東西 那這暗示了什麼 它常常會變0 所以它的T度不一定 它有時候T度會變0 這樣懂我意思吧 它有時候T度變0的話 那它不就不更新了嗎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說 我們現在遇到的問題是這個 就是 我們啊 我們在求 導盤數的過程中 因為我們用了SigMode 把兩個邏輯搜尋規 解組合在一起 那我們 最下面的邏輯搜尋規 可以透過約分法約調 對吧 那SigMode的Function 我可以透過Cross Central 去跟它搭配 那上面的 上面的SigMode的Function 那我怎麼解決啊 我解決得了嗎 喔 邏輯上是解決不了的 為什麼解決不了 欸 因為我在往前回推的過程中 這邊有經過一次SigMode的Function 對不對 這邊經過兩次對不對 就是我往回 往回球導盤數 導盤數 因為是連鎖率 它已經是往回球 這樣知道吧 它往回球 因為連鎖率是往回球 這樣可以吧 往回球的過程中 它經過一次SigMode的Function的導盤數 所以有一個P乘以1-P 那它經過一次再一次啊 對不對 那它不就兩個P乘以1-P了嗎 你 Cross的Function再怎麼設計 你可以設計 P乘以1-P的平方 在分母 然後跟這裡約分 那約掉以後 這邊不是又 又不配合了嗎 所以說 你知道 發現什麼問題了嗎 我們的 多層感知機 我們的神經網路 如果 你啊 你註定會有 讓你 讓你這個T度為0的部分 註定會有P乘以1-P的部分 這樣知道嗎 你沒有辦法透過 我們上個 上個解課的解決方法 改寫CrossFunction去把它解決掉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我們現在遇到的問題這個喔 這是一個很 Critical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啊 這個問題怎麼解決 我問大家一件事啊 讓它起 我可不可以 我可不可以 就不要做線性種 我不要做 SIGMORE的Function 我把它改成 我們現在是 兩個邏輯式會規 先做 邏輯式會規先做第一層的篩選嘛 對不對 接著要把它的結果 送到 後面的邏輯式會規 對吧 我可不可以第一層 就全部改成線性回規 可以嗎 就是我們本來的神經元是 神經元是 input的接一個邏輯式會規 接很多邏輯式會規 再把很多邏輯式會規的結果 拿去 丟給下一個邏輯式會規 那最後一個東西要邏輯式會規 這個我不可以同意 因為它是二分類 對不對 我可不可以前面 我前面可不可以改線基本規啊 可以嗎 可以嗎 張拉系 啊 你說不可以 那為什麼不可以 啊 你說什麼 原本的什麼問題 你說原本的什麼問題啊 啊 你不想 你不想害羞 你害羞不敢講 為什麼不睡覺系的 睡覺系的 睡覺系的圖可以 沒有 idea 你..你搖頭 你是搖頭的意思嗎 為什麼不行 好我跟大家講為什麼不行 答案是不行 為什麼不行呢 來 大家看一下我們想乘矩陣的方式 你就知道為什麼不行了 你就知道為什麼不行了 好的 我們的X 大X 我們的大X 它是不是要先經過W 然後做限定預測 這就是限定規規嘛 對不對 結束咧 在S型函數轉換 對吧 這個結果在W 可以接受了吧 在S型函數轉換 在S型函數轉換 這就是結果 對不對 我剛剛說 不用模擬數回規 改用限定規規 自然自然把這個S方便去掉 那它會寫成什麼樣子 X W 括號 再W 再W 再括號 S 對吧 可以接受嗎 欸 一個矩陣 乘以第一個矩陣 再乘以第二個矩陣 這兩個可不可以先結合 這兩個可以先結合 對不對 你知道可以先結合 暗示的什麼事嗎 暗示著你 等你做了限定規規 因為你等於只做了一個 你等於只做了 它如果可以先結合的話 就暗示著你這個函數 想當於就只有這樣啦 那不就是邏輯是會規嗎 你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非限定轉換是一定要有的喔 每經過一次 矩陣運算 矩陣運算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限定回規 好不好 限定運算 我們現在把它叫限定運算 好不好 每經過一次限定運算 為了要增加它的複雜度 你一定要做非限定轉換 你如果不做非限定轉換 你繼續做限定運算 那你連續很多個限定運算 那也只等於一個限定運算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 你總是能夠找到一個W 等於它們兩相乘 那所以 你用兩個等於用一個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你再怎麼複雜都沒有用喔 了解吧 因為 你總是能夠找到一個阿 對吧 好 所以我們一定要用非限定轉換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可是一定要用非限定轉換 我又會遇到 就求導函數的時候比較困難 我們現在的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的函數都還很簡單 所以還沒有遇到求導函數很困難這個問題 可是如果 你大家想一下喔 我們現在只有兩層對吧 我們現在只有兩層喔 就是一次舉重運算 經過非限定轉換之後 再一次舉重運算 數據就是答案了對不對 如果今天你的神經網路 有100層 那前面的哪一層 你在求解的時候 是不是就會有一層的導函數 有100個 P乘以1-P 這100個 只要任何一個是0 是不是就整串都是0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我們把這個問題叫T度消失問題 因為這個原因導致神經網路沒有辦法生 你會說媽 現在不是在講深度學習嗎 先跟大家講一下 現在是在1986年了 好不好 這個 我們之後會慢慢解決這個問題 好不好 但是我們現在 學到了basic的基礎 你知道的一件事情 你按照我們現在學到的nology 你的神經網路是不能生的 生不了的 你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當以前的研究者 為什麼在做人工智慧做得不好 原因就是因為 真的就是生不了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你神經網路生不了 複雜度就不夠 就沒有辦法做出很好的預測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以前 我們當然知道 我們先跟大家拒透一下 那個最重要的突破 出現在2016年 2016年的時候 第7課的時候會講 2016年出現最重要的突破 在那之前很多小 我們在第7課之前 我們在看那個解法之前 我們還必須 配齊很多相關知識 我們才有辦法到那裡 這樣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那我們現在 還要再多學一個東西 就是 非線性轉換函數會造成基礎教師 對吧 那我們可不可以用其他非線性轉換函數 因為一定要非線性轉換 對不對 我們用其他非線性轉換函數替代 好 有一個比較接近線性運算的非線性轉換函數 叫reliu reliu就是 如果x大而0 我就輸出 x 就不要做任何轉換 如果x小而0 我就輸出0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這個很簡單吧 這蠻簡單的 比那個sigmoid簡單多了 它的導函數是什麼 它的導函數也非常簡單 如果x大於0 那這個x的導函數是多少 1嘛 那0呢 0的導函數當然就是0嘛 所以它的導函數也非常簡單 那所以說啊 我改了非線性轉換函數之後 那我整個 我整個多層感知機 整個多層感知機就是 把這一層從s型函數轉換 改成reliu 這樣可以接受吧 改reliu的話 我的導函數也不會很難啊 我就這裡改成reliu的導函數就好了 本來是自己乘以自己 對吧 現在改reliu這樣不就解決了吧 對不對 好 我們把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東西 我們來試著 把它做一下 我們今天上課時間有限啊 但是我們 大家只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們所有做的事情啊 跟前面的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我們只是把一個函數替換掉而已 這樣懂我意思吧 然後求導函數的過程 本來在求那個 reliu的時候啊 這個reliu的導函數在哪裡 我看一下 你看我在求L1的時候 我本來是自己乘以自己 現在變成去問他是不是等於0 小一0的話就填0 大一0我就填1 這樣懂我意思吧 我就只有改這裡而已喔 我改完這裡之後 大家看一下 我的新的mlp函數球解 好這是新的mlp函數 然後我們試著 我們來試著做一下 這個 我們來試著做一下這個結果 你會發現 reliu 你用了reliu作為線性轉換函數 非線性轉換函數之後 它的邊界就變成這個樣子 非常的直對不對 非常有它的那個感覺 它那個函數的感覺是什麼 如果超過一個直 才有數值 不然就是0 所以那是一個非常死的邊界 所以你看到就是這樣直線的 你說用直線分割好不好 你如果覺得不好的話 你就把神經元數目 從5變成50 它看起來就很像圓了 這樣可以吧 這樣看起來有沒有比較像圓呢 有吧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圓反而就是很多 反正我們反而就不可能畫出正圓 對不對 一定就是很多 很多個細小的邊把它合起來 對不對 好所以啊 來大家大概了解之後 我們要解決 我們現在回頭 我們到我們今天上課結束 好不好 我們今天結束之後 我先給大家講一下 就是 我們這個深度學習的課程 原來沒有作業也沒有期中考 也沒有期中考 好不好 這個大家自己學習啊 可是大家知道喔 我們現在 大家如果上到第二節課的話 大家應該可以感覺到 我們這個節奏 我也覺得沒有說很快 對不對 我覺得我講算蠻 就是我講的應該算蠻慢的這樣 尤其前面的課 至少前面七課一定是非常慢 好不好 這個前面七課非常慢 但是你們應該有感覺到 非常明顯的這個遞進性 就是你第一節課要會 第二節課才可以掌握 對不對 所以這一節課啊 前面第一個練習題 幾乎大家都有做出來 這個沒有問題 對不對 第二個練習題 他沒那麼重要 第三個練習題只是觀念 對不對 第四個練習題回家可能要試一下 因為他是改Radio 對不對 你改Radio的話 你甚至可以改成練習一的答案 你有沒有辦法改Radio版 你不要邏輯出來歸版 你改Radio版 那他其實只是最後在求導函數的那邊 把S型函數的那個部分給他換掉了 這樣懂的意思嗎 你可以試試看 你有沒有辦法做得出來 好 我們就到現在這個為止 我們學到了哪些事情 我們再回顧一次 除了我們上節課學到的東西以外 我們這一節課學到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們學到了一個非常強大的 Predition Function 叫做多層感知機 或是神經網路 當然他的本質其實不難 本質就是很多個東西都會合在一起 對吧 但他的本質雖然不難 他的求解 我們用T度下降法求解的時候 似乎就會遇到一些困難 為什麼 因為 他越多層 他需要經過非線性轉移函數 去增加他的複雜度 但是只要一有非線性轉移函數 他在求導函數的結果 他在求解的結果就會遇到困難 對不對 我們把這個東西叫做T度消失問題 T度消失問題 為什麼看到T度消失問題 T度下降法 對不對 T度就是導彈數 T度就是邪率 我先跟大家講 T度就是邪率 T度消失問題 就是指說 我們在求解的過程中 這個 這個邪率 不小心就會變0 邪率只要變0 就代表T度下降法不會再讓它移動 對不對 他如果不移動 他不就被困住了嗎 那我就沒有更新到最佳解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T度消失問題 導致我們的神經網路不能很深 至少到目前為止 不能很深 這樣知道吧 2016年發展了什麼方法解決呢 再說 好不好 我們之後慢慢學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我們還除了T度消失問題以外 我們還發現了 這麼強大的Predition Function有什麼問題 記住第一個問題 T度消失問題 我希望大家是真的理解 這個 這樣子的一個Predition Function 會有T度消失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過度擬核問題 為什麼 因為它真的可以太複雜了 對不對 當然過度擬核問題 我們其實可以透過 這個 Testing Trending validation跟Tester去解決 可是那它不就 又反而限制了模型的複雜度嗎 好矛盾啊 我又希望模型複雜一點 我又限制模型的複雜度 太矛盾了對不對 所以啊 過度擬核問題也是個大問題 我們不能老是使用 限制模型複雜度來解決 我們最期望的方法是 如果今天5、6、7、8、9、10 對不對 這個 Redition的 Accuracy 它就是慢慢往上升 上升到第10個以後 10到100 它的數字完全一樣 對吧 這樣我就不用試了嘛 我就盡可能給越多越好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那這樣我最後就拿最多的結果 這樣就好了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節省我的時間 所以啊 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T度消失問題 第二個 是過度擬核問題 還有第三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你發現了什麼 在線性回歸跟邏輯式回歸的時候 我們的起始值 似乎是隨便的 真的可以全水值 對吧 現在你發現了什麼事 它有一些條件限制喔 雖然說那個條件限制看起來很寬啊 對不對 那條件限制看起來很寬 你只要不要完全一樣就好了 對不對 但是我跟你講喔 這個東西還是有一些學問在裡面的 我們把它叫成起始值問題 起始值問題 就是你T度下降法 你隨便給它丟的點 你不可以把它丟在太莫名其妙的點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下一節課開始 下一節課第三節課 我們現在學到這裡 我們就知道 深度學習三大問題 就是神經網路到這邊 我們基本解法學會之後有三大問題 來再複習一次 T度消失 過度擬核 起始值問題 這樣可以接受吧 下一節課我們先解決起始值問題 我們先想辦法解決起始值問題 至少先降低它的限制 這樣知道吧 在下一節課第四節課解決 那個過度擬核問題 第五節課第六節課 我會教大家一個新的神經網路 因為現在的神經網路啊 它 不能夠處理圖像 我會教大家使用套件然後處理圖像這樣 第七節課我就會教大家解決T度消失問題 到第七節課結束為止 第八節課我就會教大家 怎麼樣開發現代的神經網路 第八節課結束的時候 基本上你們應該就有能力做出一個非常 basic 的 model 譬如說做做貓狗分類啊 或是叫你做這個OA的分類 就是譬如說給你胸X光 就做骨關節的分類 你應該也做得到 第八節課結束的時候就做得到 第九節課以後我會帶你們看到 更多更新更 bashing的模型 這樣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我們課大概就到這裡啦 給大家時間練習一下